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博足球饭信 在周四的下午,澳洲足总杯外围赛 迎来两场澳职球队之间的较量 由纽卡素喷射机主场迎战帕斯刚辉 虽然两对季尾状态情相反走势 但纽卡素喷射机今季整体发挥在帕斯刚辉之上 况且双方最近一次交锋前者录得一场6比1大胜 有监于此,这将看好纽卡素喷射机顺利赢波晋级 由于提前两轮确定无缘晋级季后赛 以至于纽卡素喷射机最后两轮无心恋战 最终以一和一副两轮不胜收官 虽然最一次无缘季后赛难免有所失落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提前知道无缘晋级季后赛能令球队为即将出战的 澳洲足总监做好准备 尤其在帕斯刚辉在几队较为有白鸽击败的对手 遂至上方今季两次交锋 纽卡素喷射机录得一胜一和不败战绩 其中主要作战一役更是打出赛贵代表作 憑着美基尔达特斯的武士气法 弹尼尔、彭下的梅海尔道以及维尤艾尔的感上天花 最终以六比一大炒帕斯刚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纽卡素喷射机在今季澳绩主场火力最强之队 其间坤长入球达2.23个 他们今次有力再度屠杀帕斯刚辉 相比纽卡素喷射机将争夺贵后赛赛赛的希望保留到季尾 早早退出争夺的帕斯刚辉模仪赛贵表现更差 最终球队以联赛副班长的身份收官 固然伯斯刚辉最后两轮表演令人惯目相抗 分别占和式西式离楼浪者 以及原胜领投阳麦尔本城 但需要指出的是 西式离楼浪者当时已确定无原规后赛 而麦尔本城则提前锁定常规赛冠军 对手处在明显放水的嫌疑 在这样的情况下 帕斯刚辉所取得的战绩毫无含金量可演 此外 尽管帕斯刚辉今季奥迹作下表现 13次出战负率将近7成 期间坤墙得失球比为0.92比2.15 形同虚切的防守必定令球队今次再遭打击 至于两队近年在澳洲足总盃的表现 自2017年以来 帕斯刚辉没有一次被纽卡素噴射机更迟淘汰 不是外围赛就是第一圈出局 反观纽卡素噴射机曾在2019年撒入过半种决赛 总括来说 纽卡素噴射机近年出战该项赛事的经验更为丰富 他们晉級机会明显更大 多谢收听 记得赞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好球不等人 马上下载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篮球的赛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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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